原本會不會很高 椰子台北買可能比較貴 對 要做也是可以 但比較麻煩 比較麻煩就是說 像剛剛這個聽總講的 因為你這樣做出來以後 其實它不容易壞 原因是因為它是很天然的 因為它裡面就有一些抗氧化 抗菌的成分在裡面 其實它是不容易壞的 因為它沒有經過很複雜的去存化它 所以放在那個上面 它有一些維他命E天然的抗氧化的都在裡面 它這樣做是不錯 但是很麻煩 很麻煩就是你要去買椰子啊 但你有空自己做 但是最好 所以我呼籲我退休了的鄰居媽媽 你也做一點 來跟鄰居一起撥感情一下 OK 0283693398 接下來黃小姐 黃小姐您好 兩位好 我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我長期吃冷壓麻油 吃冷壓麻油請教醫師 這個好不好 還有我這個怕冷 第二個問題我是怕冷 比較怕冷 當然有時候也怕熱 有時候也有一點點敏感體 擋固層高不高 有沒有做過健康檢查 有 我的健康檢查 都血液檢查都還不錯 都擋固層裡面 總擋固層稍微高一點點 但是也沒有超過 其他的擋固層都沒有超過 我的年紀已經快要起死了 我們家裡頭的家族裡頭也有人 就是有高血壓 我當然血壓也有一點點高 就是不太穩定 三三肝油脂也不高 三三肝油脂知道嗎 血脂肪三三肝油脂高不高 三三肝油脂高不高 好棒好厲害 好的擋固層也還好啦 也還好 不是很高就是也還好啦 OKOK 那很好 那很好可以繼續保持啊 那可以繼續吃冷壓麻油嗎 冷壓麻油好不好 可以可以沒問題 冷壓在乾淨油和麻油吃 但是我會在外面也吃到那個沙拉油煮的 我是比較就是 是素的齁 這關係是不是這個關係 也有關係 對沒有關係你可以繼續 因為我剛剛聽你講應該是說 你比較怕熱 但是也會怕冷一點點 那如果以這個症狀來看呢 你比較偏向溫熱帶 牙熱帶 對溫熱帶 就是說 你比較怕熱 就說我不是溫帶 應該不是溫帶 比較怕熱嘛 對不對 只是怕冷一點點 我比較怕冷 比較怕冷 比較怕冷 那就是溫熱帶嘛 溫熱帶的這樣的體質呢 是單元不飽和的為主 是OK的 像你講的 我是比較冷熱不和的人 就是吃太冷了也不行 那這個 這個麻油本來是很熱的嘛 對 我就是一直吃那個冷壓麻油 他們說比較不會那麼熱 那對 沒有 麻油是屬於單元的比較多 單元不飽和的 跟橄欖油很類似 吃橄欖油 我也有時候也吃橄欖油 對橄欖油也OK 但是比較不適合葡萄籽跟沙拉油 蛤 是喔 葡萄籽不行喔 對對 葡萄籽跟沙拉油比較偏向寒帶的油 對 比較偏寒帶 我就吃橄欖油 對 或者是吃橄欖油 橄欖油喔 那個熱的時候 它那個會出煙喔 我就比較不喜歡那樣子 我就比較喜歡就是涼 就是涼拌的 涼拌就好 先那個菜下鍋 對 它弄一點水以後 再加油 對 這樣子不熱鍋 我就是盡量不熱鍋 對對對 所以你要監測一下你的膽固醇 只要你的膽固醇OK 三三代指標都OK的話 這個油就適合你 到目前為止是還OK啦 很棒 你已經找到適合你的 是不是會越來越糟糕 對不會不會不會 因為有的人你會發現 他就算改吃植物油的膽固醇還是很高的 那就表示他選擇那個植物油不適合他了 嗯 或者是他有吃到別的不乾淨的油 譬如說是一些麵包啦 蛋糕啦 那些反式油在裡面 那那就 膽固醇就會變得很高 OK 黃小姐不用擔心 非常健康 可是我的骨質是 骨質疏鬆的很快啊 那個沒有其他的那個問題 骨質疏鬆就是另外一個課題 可能你就是鈣質豐富的東西要吃 那偶爾要做一下一些負重的運動 所以也要運動啦 對對爬爬樓梯 如果沒有爬樓梯 要在家裡蹲一下站一下也好 我比較不敢爬樓梯 因為我有退化術關節也 對你越不敢爬就 就就就越退化 哦越退化 他其實是這樣對 你要適度的稍微用力 要練啦 不要過度的使用就可以了 對你稍微要用 但是不要過度使用 好OK 謝謝黃小姐 楊醫師你好 你好你好 我現在是有一個問題啦 就是說我長期就是膽固醇高啦 總膽固醇並不是很高 但是低密度膽固醇偏高 高密度呢 所以說你要看看你 你常吃的油是哪一種油 這個是第一個要考慮的 那這個就是說 像我吼 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就這兩三年 什麼樣發生就是 在冬天的時候 只要稍微有一點運動啊 這個整個好像是 群馬疹這樣出來 然後一下子 大概身體冷卻完以後 就降下去 但是在夏天的時候是不會 你知道自己的體質 是不是能夠去檢查 或是怎麼樣的方式 來瞭解自己 這方面的一個訊息啊 運動完就會起群馬疹啦 對 那以前的話是從 左背開始 冷卻下來的時候 是不是 是不是冷卻下來的時候 運動的當時不會 在運動的時候 就開始一直不來 身體正熱的時候就對了 對對對 就開始群馬疹 那夏天反而不會 夏天反而不會 冬天反而比較會 冬天的時候 只要秋天那個 開始的話就都會 那你也不重嘛 所以腰圍也OK嘛 OK 所以說你的體質 也是偏偏像溫熱帶啦 照你這樣講的 對對對對對 偏像溫熱帶 所以 就是說你如果是 那就適合吃 類似剛才的 對對對對對 對對對對對 椰子油或單元不飽和的油 那 就不要吃沙拉油 或者是那些油 橄欖油也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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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橄欖油屬於溫帶的油 對對對 所以沙拉油也不要吃 對 但是就是說你可以改一下 沙拉油、葡萄籽油 比較不適合你 噢 葡萄籽油 對對對 我是沒有吃葡萄籽油啦 對對對 那花生油這類似呢 花生油也是溫帶的油 對是單元為主的 你可以試試上花生油、橄欖油 或者是芝麻油 或者是椰子油 這四個你可以選擇來比較看看 到時候你看看再測一下你的膽固醇 你就知道哪一種有適合你 那適不適合像類似這種溫帶的一個體質的話 適合吃燕麥 燕麥是寒帶的食物 寒帶的食品 麵類就是我們講的 南方是屬於米食的 北方是屬於麥的 麵食的 所以你不是寒帶的體質 吃麥類的就比較不適合 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食物也是要這樣看的 對 所以很多熱帶的體質 他吃麵類或者是麥製品就會過敏 但是過敏不是說有症狀的過敏 而是腸胃 我們講的腸肉症 就會產生一些毛病 或是肢體免疫疾病等等 因為大家一直在那個廣告上面的話 都在強調說 吃燕麥的話可以降低膽固醇 對啊 那個是適合那種寒帶體質的 所以不是每個人喔 寒帶體質 他吃動物油膽固醇會高 所以他吃寒帶的油膽固醇不會高 所以說吃沙拉油啦 葡萄籽油膽固醇不會高 然後他吃燕麥就很好 可是他就很擔心他膽固醇高 現在他要吃什麼來降 因為廣告只說吃多吃什麼燕麥會降啊 那現在怎麼辦 然後我就跟你講說你沙拉油 葡萄籽油這些不要吃 然後寒帶的食物不要吃 那你吃燕麥雖然不影響膽固醇 它不會高 但是它會讓你的 如果你吃多的話 它三三甘油脂會慢慢的高起來 我現在的狀況是這樣 就是高密度檔固醇就在4045 就比較低 然後低密度檔固醇的話就偏高 大概差不多140 150 甚至有時候到180 不檔固醇也不會超過很高 那你是高密度的太低了 對 然後那個三三甘肝固醇沒有 沒有超過 而且是偏低 那還好 那你高密度太低了 我建議你第一個是 運動也會讓高密度增加 對 運動 運動就會起心麻症 那你就盡量不要冷到 就是天氣很冷的地方去運動 在室內啦 這樣比較適合你 因為你是溫熱帶的體質嘛 對 運動提高 對 運動會 然後如果有抽菸的話要戒菸 那都沒有 這個要減少這樣子 然後油紙稍微擀一下這樣就可以 好 謝謝您 謝謝您的call in 喔 掰掰 OK 我們要稍微休息一下廣告之後 歡迎您繼續call in 進來我們的call in 專線 0283693398